美麗的花朵 让人看了赏心悦目 但这里原本寸草不深 是个名副其实的沙漠地 位于智利北部的阿塔卡玛沙漠 是世界上最干燥的地区之一 最近却因冬季雨量一层丰沛 开了超过200种不同的野花 沙漠开花的特殊景象 也吸引许多游客来欣赏 根据文献 这样的景象 每五到七年才会出现一次 通常降雨超过15毫米就可看到 也必须有适合植物生长的温度 而且星期归星期 之后的维护 更重要 还要从中意识到 大自然试图传递的警讯 大爱新闻 陈彦荣编译